這個努力是有成效的 你經過一段時期 略過了 最艱難的時候略過了 你怎樣回答社區 以及恢復社交的能力呢 你或者跟同學分享 我姐姐找了很多渠道幫我去康復 輾轉就來到維晉會 但是那時我走得很慢 由地鐵站走去維晉會 我走過幾小時 我姐姐想我去那裏學習 我就去 但是我不想我姐姐為了我浪費這麼多時間 因為去學習要過幾小時 兩點鐘就去學習 去到五點鐘 五點鐘又要過幾小時 然後就走去地鐵站 又要回家煮飯 因為我爸爸 其實我爸爸中風之後 他是有認知障礙的 媽媽中了風之後 第一次中風他就走得很慢 第二次中風我媽媽是靜脈人 所以我剛才醫生說的東西 我很認同 我這裡想補充一句 當郭女士 我選親節的稱呼他 他叫毛毛毛 他小時候的親節的稱呼毛毛 毛毛剛才說他積極去鍛鍊 他要踏出社區 但是剛才他走上來 各位同學不是都看到他的動作嗎 其實十年之前 你們想像是怎樣呢 他回到家 他還要照顧他爸爸 他爸爸是失禁的 又表達不到的 沒有記憶的 剛才周醫生說的 他差不多全部都齊了 那些東西 他還要幫他洗衣服 各樣的 這裡又不齊 大家給點掌聲 毛毛毛 謝謝 這個堅毅很重要 還有我相信 如果很多人 面對這個疾病降臨在自己身上 他一定會說這句 為甚麼是我 為甚麼選中我 承受這些 他還要幫他爸爸 照顧他媽媽 好了 我又不說了 李姐姐就天天帶你出來為進會 我們上課的 我們很多事情 去學記憶 學寫字 學說話 學做運動 各樣都重新開始 學生活技巧 出街過馬路也要學 上車路也要學 搭地鐵也要學 搭巴士也要學 學甚麼呢 我稍後再問你們 如果說搭地鐵 李姐姐天天帶你出來 你覺不覺得很煩呢 因為他沒有人帶他出來 他不行 他又不懂路 他又不懂路 出來了又不懂回家 你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是覺得煩 我是覺得 我姐姐是有家庭的 她每天照顧我 我覺得很不妥 我覺得很不妥 很負擬他 對 很負擬他 另外他姐姐很瘦 也同樣有他父母的傳統 長期病 所以看下去若不耕風 好 你繼續 不好意思 令他這麼吩咐 那我就選擇不回中心 我躲在家裡 當時我們很失望 不見了你 因為 我不想他這麼浪費時間 下去我那裡 因為醫生也說我 說不到話 如果我說到單字已經很奇蹟 說我走不到路 我要坐輪椅 那我就不想回去 躲在家裡 好 那究竟因甚麼事 又令你再次回來為俊妹 因為我見你沒有回來 不會 都不是很久 你就再回來 因為 那時候我只懂得說 只懂得說個係字 有個會員不停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你回來中心 你不懂得說話 回來唱歌 我就說是 後來她說 你星期一回來 我就說是 後來她說 我星期一等你 是 我姐姐說 你說甚麼 說了那麼多係字 但是因為 電話有來電顯示的 她就知道是中心的人打給我 後來她問一下 原來我答應了別人回來唱歌 那我姐姐又帶我回來 那我姐姐又帶我回來 是女人 女人 我是女人 大家看 毛毛不是刻意的 是真的這樣說的 這張甚麼 桌子 這張桌子 椅子 這張椅子 有些同學是否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不會怪你們 咒語聽出來的確覺得很好笑 但是中風老婆受診的患者 很多人會遭遇到後遺症 但他們是知道男人還是女人 周醫生是爸爸還是媽媽 媽媽 爸爸 這些方法 我們在這裏不是說過復康的練習